大家好,今天让我来介绍Bright的技术分析 Disclaimer,没有买卖建议,只是吹吹水罢了 开始 你们喜欢我帮你分析什么股票? comment在YouTube的comment里下面 喜欢的人按赞、分享、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打开小铃铛关注我 谢谢大家 今天是5月19号 现在的价位在于0.190 最高去到205 收市价在0.190 我在这里画了三条线 Support 0.170 Resistance 0.240和0.315 你在这个图表已经看得到 我已经在那边做了一些线条 至于这个股票在0.170 如果是没有跌破的话 可以继续持有 如果跌破了 你会明白在哪一个位要出厂 重要的线条就在于这个0.170 我所每次所讲的话是在目前的状况 如果过了 如果过了的话就不一样的 然后要再计算过 明白吗? 有什么疑问可以在下方询问 很多人都在问 哪里是Cut Loss Point 还有哪里是Profit Taking 这样就在于你是在做投资里面的短期中期 或者是长期的投资策略 今天19号5月 你所看到的价位是在于 0.190 然后最高是0.205 就是说在这个我的重要线条里面 所以我的线条还可以继续的使用 在0.170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support点 就是可以支撑 在那边就不怕咯 如果来到这个240的时候 就看它会不会过这个resistant 如果会过的话是更好的情况 可以继续持有 再次重申这个disclaimer 不是买卖建议 只是教育知识而已 还有是吹吹水罢了 大家一起研究研究 谢谢大家 可以在comment 这个YouTube的频道下面 subscribe 订阅我们 按赞 还有在下面 你可以写下你所要了解的股票 谢谢大家